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庙的出口等我 即使我被抓了 也会经过难 小心点 这千上所言 难道是真的 这位大嫂 麻烦问你一下 有没有见到过一个 穿着粉色朵棚的女子 你说的是模样长得挺漂亮的姑娘 对 你见到她去哪儿了吗 她呀 好像和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 往里边去 谢谢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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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哥怎么还没跟来 难道是没有看见我沿路留下的记号吗 看来我只能见其行事 这里看不到天应该是个地下暗室 刚才蒙着眼 不过进来的时候闻到了一股肉腥温 应该是个卖肉的地方 不知道这外面有多少人发售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殿家 刚才有没有一个穿着粉色衣服的姑娘 从此地路过 什么姑娘 没有 肉倒是有 这肉你要不要 我看看 你到底怎么回事 这块肉你要不要 不要的话赶紧走人 让我做生育 天灯雾燥 小心火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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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灯雾燥 血烛 好机会 别出声 给我听着 我是受靠山王扬眠之命 拯前来调查拐贷明女遗事 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我会在靠山王面前替你求情 饶你 女下饶命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为他们过来 看守他们的 什么人都不认识啊 一派狐狸 你不知道他们找你干什么 因为他们出手特别矿重 比我卖柴货多多了 我又不敢问他们身份 女下 因为我一时糊涂 起了贪店 你千万不要杀我呀 不杀你可以 你先告诉我 这一共关了多少人 楼上有几个把守 看守就我一个人 这里是个密道 通向外面的肉铺 没人知道 所以门外没有人看守 你说的是真的 绝不敢欺骗女侠 转过身去 看来这个看守并非是宠宠 我一定要擒出罪魁祸首 才能避免更多无辜的女孩子受害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东西 难道是我猜错了 这块烧 你要不要 不要的话赶紧走人 别耽误我做生意 老王 老王 这现在 又找上来去了 一 二 三 四 五秒七 八九十命 十命 十命 十二十三十四 五月 上一个 别动 再动 别怪我手下无情 你看你后边是什么人 别动 把刀放下 快点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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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捏死你的骨头 还不知道是谁你死谁呢 秦大哥 怕了 怕了什么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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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吗 不服的话 还打 打我 打我 牛 你 秦大哥 岳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等等 没事就好 秦大夫 这两个人我们得押回去了 还有这些名女 咱们得想办法赶紧把她们解救出去 以免让她们的家人担心 好 堂下犯人 谁是主谋 他 秦孙爷 扰命啊秦孙爷 你招是不招 我招 我招 小的原本是长安城的一名 伤口贩子 自从新帝登基以后 大量的民间女子被选取冲于后宫 自那以后就选取不到人了 以至于宫中管理此事的公公们 求不到新的女子而发愁 所以我就用迷魂药抓了那些女子 卖到宫里 以便获取更好的价格 那是当今皇上让你这么做的吗 这个 这个小的不知 小的只认得给我盐子的那些公公 父王莫生气 这件事情还是让哥哥们去处理吧 把他们带下去 秦孙爷 饶命啊 秦孙爷 饶命啊 秦孙爷 饶命啊 秦孙爷 书宝 玉儿 你们果然没叫本王失望 如今登州城内重获安和 你们二人功不可没呀 玉儿 受苦了 父王 我没事 义父 若不是玉郡主机智过人 深入苦学 秦孙就算是有再大的本事 也无用武之地 你二人同心协力 将罪犯击答归案 有时数十名女子免其厄运 书宝 玉儿 你们都有功劳 妹妹今日前年 所为何事 坐下说 姐姐 宣华今日来却有一事 前些日子我在宫中发现一名宫女 长得跟那个张丽华是一模一样 有如此相似之人 是啊 越开越像 我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她叫朱贵儿 我还以为那个张丽华还活着呢 当年罚臣 杨广对张丽华之死扼腕叹息 若真有这么个人 都可以纳为己用 那 姐姐的意思是 与其让她自己找女人 倒不如啊 我们帮她找 哼 我要亲手调教一下 那个朱贵 看看你 此人如何处置 依臣妾看来 该杀 而且还要诛她九族 有魄力 不过 与其杀她 不如先杀她 皇上真急 就这么办了 皇上 后宫这几日怎么不见来些人啊 这些奴才 银子没少拿 找来的都是雍之俗粉 不话说回来 可普天下 能有几个像美人名一样 当今皇上 想找几个红颜作伴都这么难 这可是天下奇吻呢 不过也好 这样一来 你不就可以独猛胜仇了吗 哈哈哈 臣妾 当然想独猛圣宠了 可只怕 臣妾一个人 伺候不了皇上 哈哈哈 皇上 你就饶了奴家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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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哈哈哈 绽艾 像恶狼一样 别着急 臣妾已经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物 嗯 什么礼物 晚上来夕月你就知道了 喂 做什么 皇上 你不是说 要饶了能家吗 不行 不安上是晚上 皇上 哈哈哈 皇上你太坏了 皇上 皇上你就饶了奴家吧 你让奴家走吧 皇上 皇上 臣妾参见皇上 大半夜 叫朕做什么 大半夜 叫朕晝 大半夜 叫朕晝 大半夜 叫朕晝 大半夜 叫军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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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Zither Harp 带给我 皇上 再好好想想 不要啊 张丽华 怎么会 她不是被李温杀了吗 听说 皇上对丽华美人之死 倍感痛心 臣妾想要弥补皇上心中所恨 可是费尽了心思 找遍全国 终于找到了 朱桂儿这颗梦珠 朱桂儿参见皇上 滚 滚 朱桂儿 没有 我太没有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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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皇上 你就是把天宫给朕扳下来了 有点意思 皇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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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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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已经传令过来 今晚要我施琪 机会来了 世纪尚未成熟 你再过些时日 等她对你放下的戒备再设法行动吧 我真想立即杀了她 为我姐姐报仇 贵儿 你稍安无躁 等过些时日 我从宫爱弄些迷香来 到时候行动便可万无一失了 аз稱 能优优独播剧场 雅 这天下朕想要的女人 还没有抓不到的 而且连死了呢 真的能让她活过来 皇上 我真的很像那个张立华吗 这可惜张立华红颜不明 皇上对张立华那么念念不忘 为什么还要杀她 在敌国之中 她只不过是一个弱女子 杀之无印 留之无害 为什么还要杀她 不杀芙蓉是朕李渊贼 她不是朕杀 那是谁杀的 李渊 这个匹夫 我当年明令君致 但战武赶到的时候 她已经把张立华杀了 美色迷人 妖女勿国 杀 你怎么才发动 好 来 表战怀里 李渊 皇上 她真的不是你杀的 她说真是我杀的 皇上 我怎么会对你如此倔义 我怎么会对你如此倔义 其实 其实我是张立华的女人 我混进宫中 是为了给我姐姐报仇 好贵儿 这个仇 真听 皇上 皇上 这弥香能让吸入她的人浑山无栗昏睡过去 你只要在今天晚上事情的时候点燃她 待皇上沉睡之后你就杀了她 我已经在宫外为你备好了马车 事成之后我会派人送你去个很安全的地方 当时 你和我姐姐张立华 和陈树宝一起跳进 杀她的人 真的是金王阳光吗 是不是她亲丑杀的有什么不同 都是她的兵她的人 你我同为成果之人 灭过之恨杀钱之仇 你怎么能不报呢 不是她 不是她杀的 这个秦琼啊 我是越看越喜欢 嗯 相貌堂堂 有勇有谋 嗯 她和我们的玉儿那真是株莲碧合 你们看她和玉儿如何呀 父王 正所谓男才女 绝对合适 再说 这玉妹 不要老早就对十三弟 方心按许了吗 我倒是想给他们两个人婚配 但是就怕太唐突啊 不唐突 不唐突 说不定啊 他俩心里头急着呢 父王 这可是一桩美事 是啊 所谓婚姻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您既是玉儿的生父 也是书宝的义父 您一句话不就成了吗 是啊 父王 明天就是您的大寿 正所谓择日不如壮日 不妨就在您的大宴上 宣布他俩的婚事 父王 您看如何 对啊 祝父父爷 福祝东海 寿比南山 老当地上 勿国安邦 好好好 来 我们干了这杯 老夫颜事已高 家中尚有小女带子回忠 所谓男大当婚与大当嫁 我已经为小女选好了一位 千金难逃的书血 不妨认为此人 就在我这王府之中 什么人 福祉 是谁 这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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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便是 本王新收的义子 府上十三太宝 秦宠 老夫不喜欢啰嗦 三日之后 就为我的女儿玉郡主 义子秦成 操办婚事 还望诸位能够前来捧场 咱们在共同喝上这杯喜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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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义父厚爱 只是此事来得突然 我秦宠上回做好准备 有何要准备的 傻孩子 你们早晚还不是要成家的吗 书宝啊 这样一来 义父大人既有了儿子女孩 又有了女婿 这是有此多得的好事 父王 您不是说这两年之内 不考虑女儿出嫁之事呢 女儿这么不情愿 是不是这心里边 还装着其他的什么人哪 你说出来听听 你要是说不出来 那你的亲事就由本王做主了 大爷没有 没有就好 我靠山王的女儿不但要嫁 而且要风风光光的嫁 你们的亲事就这么定了 女儿放心吧 秦琼这个女婿那是万里挑一 我相信本王是不会看错的 恭喜秦琼 恭喜十万太王 这喜帖都发出去了吗 已经发出去了 恐怕三日之后 道喜之人要多的 将咱们登州府的大门都给挤破了 那好啊 本王好不容易找回了育儿 又得了秦琼这么一个好女婿 这拜堂之事 我们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 风风光光 不能让我们登州府丢脸哪 那是自然 父王您就放心吧 父王 十三弟尚有义母 需不需要接过来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 现在去请还来得及吗 登州去山东历城县千里之遥 怕时间不够啊 二弟说的有道理 这一路颠簸 恐怕他老人家的身体也受不了 家旗已定 我们就把这婚事先给办了 待日后到了山东 咱们再补办一次吧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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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天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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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拜高城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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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雪日子 咱们不再不归 咱 咱 大家都知道 老夫常年征战沙场 膝下无子女 故 我收了十三家太保 但是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现如今老夫已年育骨息 有今日没明日 今夜脱下的邪和望 不知道明日不传 我死之后 我儿秦琼就是世袭的靠山王 我女儿玉儿就是王妃 望唐二人夫畅夫随 白头偕老 那时 老夫我纵死九泉 也就瞑目了 不 父王 您一定能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好儿子 今日 为父要送你一份大礼 来人 在 把库房里珍藏的那套金盔甲 和银枪拿上来 是 秦琼 这套盔甲和银枪 是我一个故人的 当年我四处征战 手下不知道有多少败将 但是我只欣赏一个人 想当初 此人要不是遭奸人陷害 我若战胜他 那可是难上加难 我当时大战他三天三夜 才以一招险伤 我就力劝他偷我打随 可他宁死不肯 无奈 我这才下令 绞杀了他 是谁啊 是谁啊 杀 会怎么样 他就是当年驻守在 马鸣关外的北齐五位大将军 请你 这套盔甲我珍藏已久 在大喜的日子 相赠每年 这 这便是我父亲当年战死时 穿的金盔 好 今日是舒宝的大喜之日 一定是高兴坏了 大家伙看 连酒碗都掉地上了 穿上它吧 对啊 穿上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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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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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不能再留在这地方 为什么 到底怎么了 别问了 你要去哪儿 我离城县 输宝 我跟你一起走 你一定有极大的苦衷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我愿意陪着你 有些事情你不会明白的 输宝 我也与你皆为夫妇 我愿一生追随你 我愿意陪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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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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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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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宝将军 皇上 干什么闷着 来 喝 皇上 我也要 郑渡 请假 你看 您就千千 少年英雄 不要为一个女人 承日欲寡欢 正看着心里难受 不就是一个杨玉儿 小模样长得倒是不错啊 不过你看看 朕的肥子们 哪一个你喜欢 朕就赐给你 朕不敢 王美人 朕最心爱 赐给你 皇上 万万不可 皇上 臣妾已经是有身孕的人了 忘了 新杰鲁 赐给你 皇上 皇上 长度不敢 还不好意思啊 请 真受不起 是啊 转入长度不怕 你看他 真受不起 皇上 长度从未求过你 现在臣求你 不要再为难臣了 长度 你是不敢哪 还是吸引起 臣不敢 那就喝 皇上 好 好 这才叫英雄配美人 好 喜欢 小小老师 是啊 但是 你很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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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不敢 是 你 cuerpo 这就是武力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好 好 好 夫妻娘入洞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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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nsel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七日便是秦母大寿 闪住闪命 下英雄帖发至各地陆林首领处 约九月初九与济南历城相邀 一来为了秦母祝寿 再来最近各地降马分歧 需要重新划分地界 以免发生内乱 二爷 您是指近日 竖起司节观银之事 规矩已经破坏了 正好借此机会重新清点陆林 你务必要将所到时日 写得清清楚楚 知会各地首领 不得有任何差错 是 另外给我备一封厚礼 咱们择日济南府祝寿 是 到 日成家中势急而归 未能辞别诸位 失礼之处望请恕罪 秦穷 这个书宝也真是的 昨日刚刚大婚 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带领玉妹每晚上溜了 如此突然 这不像她的行事风格 玉儿也是 一声不吭地就走了 这 说不定这书宝家里 真有什么急事 我们还是不要轻易责怪她才是 父王说得也是 报王爷 刚收到消息 九省陆林总嫖坝子善雄信 在各地广发陆林英雄帖 各地响马将齐聚山东济南府 山东济南府 好啊 本王正好将这帮乌合之众一网大尽 把他们结黄冈一试 差一个水落石出 济南府立城县是书宝的家 本王正好顺道过去看一下 问问书宝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上官将军 在 你速速前往盐武场 准备大营点击兵马 接力 夺方薛亮 你们速速准备凉响 准备争吵响马之用 三日之内必须出发 不得有误 是 是 到家了 娘 娘 书宝回来了 哥哥 实戏 哥哥 回路啊 千二哥 娘 孩儿回来了 这是谁啊 书宝 这位姑娘是 玉儿 玉儿 拜见哥母娘 娘 是玉儿姑娘 要不我们里面说话吧 玉儿 我先去祭茶 我先去祭茶 快坐坐坐坐下说 姑娘娘好看这姐姐更好看啊 姑娘 你是哪儿的人哪 灰哥母 我从长安来的 长安 长安可是个好地方啊 那你现在住在何处 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 他们都是做什么喊当的 来来来 千二哥 来 喝茶 娘 喝茶 千二哥 这个又是你哪个兄弟的好妹妹啊 娘 她是你嫂子 娘 我和月儿姑娘 已经成婚了 什么 孩儿不孝 数宝 你没骗娘吧 娘 数宝绝不会骗娘 什么叫成婚 娘 娘 你是不是 是数宝的亲人 数宝 你一向都是个孝顺的孩子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才让娘知道啊 娘一点准备都没有 娘 都是孩儿不好 可是 这事出有因 不过 没能让娘知道 我和月儿姑娘 成婚之事 只是我不得了 娘 好 请知罪 快请 请 请 你这位是娘的儿媳 是 是 好孩子 让娘好好看看 娘 娘 快起来吧 快起来 快起来 娘 太好了 太好了 都叫娘了 又不是你成亲 你饿什么呀 娘 我和月儿 给您在登州 买了一些点心锅的 我这就拿去 等等等等 让师兴趣 你留下 有话给你说 弟弟啊 你在马背上 去拿好吃的 给娘尝尝 哈嘞 马上有好吃的 是 叔哥 你好好跟娘说说 你是在什么地方 给娘取过来 这么一个 有话似遇到的媳妇 啊 这么大一包啊 嘿嘿 这个好看 叔哥 娘 娘的正浪亲事 是谁帮你们学的 就是啊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怎么成亲都没提前 告诉我们 快说呀 娘 哥 你们说吧 说吧 这个东西好 实信 快拿回去 拿走 怎么了 挺好的 拿走 挺好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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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啊 嗯 嗯 嗯 哎 哎 世西 这身贵家 你是从哪儿来的 从我哥哥马上拿的 说不 这身贵家 你是从哪儿来的 这身贵家 这身贵家 我又哭了 是不是这东西不好 我就把它给撕了 世西 书宝你跟我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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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